大家好,我是姐姐 今儿个我来到了敲原里早点一条街 带大家去打卡一架 夭阳豆腐脑 这架夭阳豆腐脑呢 我之前就吃过 有日子没吃的 又想吃这口了 走起 带大家去尝一尝 走起 现在是早晨六点一刻 就是这家店 敲原里夭阳豆腐脑 哎师傅,您家干多少年了 干了十一年了 哦 就是您家每天营业时间 从几点到几点 我们老两口从两点半 早起两点半起 起来以后就是磨姜子 点豆腐 准备这些小料 到四点就开始营业 四点开始营业到这个 堂食看到十点半 十点半以后呢 就开始雕堂 这个到十二点呢 再陆续写点外卖单 哦 哎 师傅,您家在炉烫有什么讲究 哦,我们的这个炉烫是用 鸡 鸭猪骨头棒子 还有这个方块肉 一块儿掉出来的 咱们这个豆腐呢 里面放的料是 韭菜 面银子 鸡鸭肉 猪肉片 哦 这个豆腐呢 放点辣子还比较香 不香 哎师傅,您家的羊豆腐 平均一天卖多少碗 平均一天下来 能卖三碗来碗嘛 哦 哎 哎师傅,您家那个 大碗的羊豆腐哪多钱一碗 大碗加鸡蛋七块 哦 小碗加鸡蛋呢 小碗加鸡蛋六块 哦 来一碗大碗的羊豆腐哪加鸡蛋 然后再来磕骨子 来焦饼 哎,好 一共是多钱 一共是十块钱 哦,十块 好嘞 小碗大碗,小碗加鸡蛋 再多再吃 再多吃 好嘞 来一个烧饼 一个烧饼,一个小碗鸡蛋 一块 好 这小碗都放好你的 哦,都加 哎 好 好嘞 辣子还来点吗 辣子拉一点 好嘞 好,来这儿来 好嘞 谢谢 哈喽小伙伴们 我已经点好了 我点了一碗大碗的羊豆腐脑 加鸡蛋的 然后还点了一颗果子 一焦饼 一共是十块 这个大碗羊豆腐脑加鸡蛋呢 是七块 然后这个焦饼还有果子呢 是三块 加一块十块 咱们来尝尝 可之前的味道有区别吗 看这大饼果子 多那点 他家的大果子正大 哇 他家的羊豆腐脑是咱们吊得烫的 里面有煮肉 煮骨头棒子 还有蒸鸡 蒸鸭 吊得烫 所以就是你吃起来呢 这个烫就是 特别的肥美 特别的现象 但是他们家这个烫呢 就是 味道不会觉得腻 你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咸 但是现在这会呢 就吃的时候就是 杠杆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咸 现在呢 就感觉这个口腫 这个鲜度 微微上扬一些 嗯 看他家的油片 多乱银 我来的比较早 好 现在这样还不度了 其实家洋豆腐脑呢 这炉子也可以叫热烫 也为呢 它比天津豆腐脑的这个炉子细 大冰果子一旧味小 它家这辣子也挺辣的 少放啊 就是这种辣总带香的这种辣子 反正了您如果耐吃辣的可以多放 特别的鲜 感觉比之前稍微有一点鲜了 哎 其他没有变化 哈喽小伙伴们 我已经吃完了 整体来说他们家的羊羊豆腐脑 味道挺不错的 就是穴尾 我个人感觉比之前少的有点鲜了 但是整体来说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棒棒的 一碗羊羊豆腐脑 搭配大冰果子一尺 不是香 如果您的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点赞 收藏转发爱你哦 棒棒的 我临走的时候 他家来了不少时刻 哎早来对了 对了他家也可以自带几单 小伙伴们 咱们下回见